现在我们来学习怎样使用超声波点钻 首先打开机器 调好工作 调好功力 调好时间 打开气棒 打开电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锡嘴 跟钻石的话匹不匹配 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要更换一个 与钻石大小比较匹配的汉嘴 像这个样子就比较好合适 放汉嘴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两个扳手 卡住这个晃能器的扁位 所以这样要拿住 然后再大力把它拧下来 放这个汉嘴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汉嘴的话 要扭红柴 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 它是不合适的 看不上去 那你看我们 如果要整成这个房子 你看 这根本就没有超声波 如果我们把这个 用这两个扳手 把这个汉嘴的话扭很紧 那这个情况 它就大不一样的了 再看一下我们的超声波 这个就是有超声 然后我们再放一下钻石 这样就烫上去了 烫的如果不够老 过得的话 把时间稍稍调长一点点 差不多0.25米 然后把墙的 是这样子来的 这三个手指头 误紧这个墙点 大拇指的话 配合 误助这个香柄 留下十指的话 按开关片 我们按下开关片的时候 温度指数能会亮 这样的话 一定要重力的按住 那我们再看下这个钻石 这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空框这个 焊者的话 一定要有个回程 放进 然后再看下这个钻石 就会让我来看下这个钻石 再看下这个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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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使得下这个钻石 再看下这个钻石 这样使得下这个钻石 这就是操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